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朋友 却也不能交太多朋友 年少懵懂总觉得朋友越多越好 人到中年才慢慢明白 能有三五知己就以事奢求 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 那些共同患难 一起经历过风雨的朋友 一定要珍惜 久逢知己千杯少 那些三观相同 灵魂娇气的朋友 一定要珍惜 人到中年学会做减法 那些见利忘义的朋友 泛泛之交的朋友 还是尽早远离得好 苏氏说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圆缺 此事故难全 人生的得失悲欢 就像是月亮的圆缺一样 难以改变 人力有时尽 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 我们除了接受 没有别的办法 看过花开花落 看过越圆越缺 人生自然会有一份淡定心情 万事万物都在人心里 只要此心不动 自然万事从容 雨果说 善良优于伟大 一个人建立再大的功劳 名声再显赫 如果丧失了善良 就什么也不是 那些细微的善意 点点滴滴汇聚江河 其中蕴含的是人类 繁衍不息的奥秘 播种善良 就是播种未来 人和人之间 彼此宽量 彼此担待 我们才能一起负重远行 播种善良 是为自己积攒福责 天不其善 那些付出的善良 最终都会回到你的身上 播种善良 本身就是温暖 温暖别人 更是温暖自己 点亮自己的内心 让世界不再荒芜 人生时苦 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 人到中年 不要幻想岁月静好 要直面世界的高压 和生活的苦难 放下无畏的面子 放下一身的抱怨 不要退缩 不要逃避 他下心来 一点一点去行动 去承担 不经历风雨 不见彩虹 所有的光鲜背后 都是无数的苦熬 不要被自己吓到 我们远比想象中强大 时光永远继续 日子永远向前 脾气太来 只要肯去承担 早晚会有雨过天晴的那天 人无脾不可教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爱好 爱好是人生的调剂 如果生活只有工作和家庭 那人生百年 岂不是太无趣了 爱好也是人生的修行 古人说 由意尽到 一个人培养爱好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时间久了 自然就会变得通达 爱好是人生的避难所 一个人若是有 终身挚爱的兴趣 那么再多的苦难 也不会把他打倒 无论何种境遇 他都能取悦自己 人到中年 在繁杂的事物中 抽出身来 去发现内心的兴趣和爱好 当你沉浸其中 人生就会一点点改变 范仲淹说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人到中年之后 对得失要看开一些 再多的财富 不过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为了身外之物 整日患得患失 实在是得不偿失 梁田千寝 不过一日三餐 广煞万间 只睡卧榻三尺 人生在世 知足才能常乐 不要被欲望 牵着鼻子走 放下得失名利 追求精神的富足 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苏菲的世界中说 没有人 天生该对谁好 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 别人帮你是勤奋 不是本分 不要把别人的 馈赠和恩情 当成是理所应当 一个人只有心怀感恩 才能赢得别人的信赖 滴水之恩 当思永泉 感恩他人 感恩自然 感恩生活中的 一草一木 一粥一饭 常怀感恩之心 感恩惜福 生活才能越来越美好 古人说 三日不读书 便觉面目可憎 语言乏味 一个人保持读书的习惯 意味着一个人 还有自信的能力 进步的可能 流水不浮 互书不渡 水流动起来 才能保持清澈 门轴经常转动 才不会被重铸 人只有实施更新 才不至于头脑僵化 人到中年 多读书 不是为了考试 也不是为了显摆 是为了更新自己的生命 让人生活得更精彩 是为了丰迎自己的灵魂 让人生活得更从容 与你共勉 您说罪也不平 总偏偏在为难你 感觉很努力 总是没有看见成绩 别人辉煌时候 总说是运气 要自尊 谈过去 不如狠狠骂醒自己 人生本就无常 太多说不尽的道理 换方式 去想想 至少一次曾感动自己 该明白的时候 总不想承认过去 有责任 不放弃 平凡人 不平凡意义 有责任 不过笑过 才明白生活 少一点倔强 少一点徘徊 生命将会收获更多 既只有爱过 才知道不舍 分过喝过 才明白更多 多一点灰烬 多一点想象 会有更多 每一秒 跟你走过 跟你走过 人生本就无常 太多 说不尽的道理 换方式 去想想 至少一次 曾感动自己 该明白的时候 总不想承认过去 有责任 不放弃 平凡人 不平凡意义 都只有走过 才知道坎坷 不过笑过 才明白生活 少一点倔强 少一点徘徊 少一点徘徊 生命将会收获更多 情绪又爱过 才知道不舍 分过喝过 才明白更多 多一点灰烬 多一点想象 灰烬 会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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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秒跟你走过 跟你走过 跟你走过 多一点灰烬 多一点想象 会有更多 没秒跟你走过 跟你走过 会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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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 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